我喜欢地球之神的故事 你说,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变成洛星之神 团队建设可是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,今天吃火锅还是烤肉 还是说,全都要 洛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 怪不得他们俩都说,在地球上自己跳不了这么高 为什么数据之海里可以凭空出现人类 却没有听说凭空出现大象呢 是神明天星吗